算是知道什么叫做一次开朗换一生的内向了 根据长江说法的消息12月8号 河南一高中生给大爷让座 大爷拿手机记录下来 就是没想到射恐高中生遇上了射牛大爷 引网友们笑声一片 大爷中气十足 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开心 你是哪个学校的 在公交车上主动给我让座 这公交车上坐满雷 这镜头也没停下来 还来个全车360度的环拍 其他乘客顿时有一种上课被老师点名的窘迫感 大爷继续说 我还不能轻易坐这嘞 我得表扬表扬这个学生 谢谢啊谢谢啊我做了啊 而好心的高中生面对这场颇天的夸奖 全程只敢微笑不敢作声 净显社空体制 不得不说网友们是会总结的 你把大爷放心上 大爷把你放网上 从此在学校获得让座那男的的荣誉称号 不仅如此12月12号学校专门开大会表扬了该男生 并为其颁发奖状 这下算是出名了吧 我还发现该大爷是一名退休的语文教师 对此还说 因为教师对学生的善举及时的表扬 并积极弘扬再正常不过 即使大家被涉恐于涉牛的相遇逗笑 但是其实内心也是在为助人为乐的小男孩点赞的